最近網上有一宗獨家新聞 流傳說李嘉誠以及其他一眾的大媽傻 包括大樓以及一眾的大媽傻 已經好幾年就沒有離開過香港 懷疑他們被祖國軟禁 不讓他們離開香港 究竟他們被軟禁的可能性大不大呢 如果真有歧視的話 祖國為什麼要軟禁他們 香港的普通市民會不會被軟禁 他們真的被軟禁的話最終結局會是怎樣 大家好我叫Alex 有很多觀眾叫我做澳洲Alex老師 我也有出版澳洲書籍 目前是澳洲書籍的銷量冠軍 也是澳洲會計師事務所的合夥人 以及持澳洲地產牌照的澳洲流傳家 歡迎收看TOTV TOTV 但是就被某個國家部門 圈語他不要離開香港 留在香港 另外也盛傳李嘉誠家族 每年都會去日本沖繩賭架 但最近幾年沒有聽過他離開香港 而更神奇的是 其他身家幾百日以上的大媽傻 近幾年聽聞都沒有離開過香港 根據網上的傳聞 李嘉誠家族每年都會去沖繩賭架 探過到陽光好 離香港又不是太遠 但是在疫情之後 不要說去沖繩 連香港都沒有離開過 如果你說只有李嘉誠一個人沒有離開香港 那不奇怪 他都九十幾歲 都不會到處走 這個很正常 但是他全家人 包括他兩個兒子 和他兩個兒子的子女 所以都沒有離開香港出去度假 而且更重要的是 除了李嘉誠之外 其他香港的大媽傻 都沒有離開香港的跡象 我不是在散播陰謀論 純粹從理性客觀的角度 我只可以這樣說 這個或言率是比較低的 特別是那班擁有私人飛機的大媽傻 首先養私人飛機 和你買機票出去旅行 完全是兩個概念 你不出去旅行 你是不需要支付航空公司機票錢 但是養私人飛機就不一樣 首先他們要花一大筆錢去買飛機 而且更重要的是 飛機就算不飛 放在那裡 維修保養、養機師、燈油、火柳 對普通人來說 已經是屬於天文數字 你參考全球擁有私人飛機的有錢人 包括特朗普 他們沒有病沒有痛的話 一年飛回十幾二十次是很正常的 你說成哥九十幾歲飛不到 但是他的子女、孫女、孫仔 每個年輕力壯、精力往性 幾年沒有飛過 真的說不通 而且是除了成哥之外 其他所有有錢的大媽傻 都沒有離開過香港 這個或言率就真的非常低了 另外我們從歷史角度去看這件事 勸喻你叫你不要出去 甚至乎代理暫時保管你的 Passport 這些都不是什麼新鮮事發生過無數次 真的在你面前發生過 我也不覺得出奇 包括大陸的富豪 馬雲、黃建林、馬花騰 還有恆大的老闆許老闆許家印 這些人現在什麼情況不需要我多說 所以我個人認為我不敢說百分之一百 李嘉誠和一眾的大媽傻 就比祖國軟禁 我只敢說這件事的可能性是超過百分之八十 為什麼不讓他離開呢 我個人認為有兩個原因 首先這些人都在香港 最有錢、地位最高、最出名的大媽傻 如果讓外界知道 連他們都逃離香港的話 是會令到很多市民恐懼 還有令到香港出現恐慌 你知道 時至今日已經有一百幾十萬香港人走了 大部分去了英國 有一部分來了澳洲和加拿大 正下來有一部分人是來 打算走 也有一班人是五十五十 如果傳出有一班大媽傻圖來香港 就會導致原本打算來香港的人 加速逃亡 那班五十五十 不知道離不離開香港的朋友 就會令到他的下定決心 都一起走路 有些可能原本不想離開香港人 亦都會變成五十五十 對香港的形勢和國家的形象 是非常之不利和負面的 因此祖國要求他們做榜樣 像雷鋒一樣做一個好例 都不足為奇 起碼他們可以和國內的民眾交代 老提啦 離開那些都是屬於少數 都是那些不太懂事的人 我們香港最有錢的那些 那些大媽傻、李嘉誠 通通都沒有離開香港的 他們對祖國和香港的前景 是充滿信心和希望的 就算有二百萬人離開香港消費 他們都是決定勞幹消費 從政治正確的角度來看 這件事 大媽傻被勸喻不要離開香港 不要說軟禁 是一個合乎邏輯的事 第二個目的就是 錢 現在祖國好等錢花 就連習主席都要親自飛去美國 求拜登給他 當然拜登最終沒有給他 另外好像中國的富豪 包括馬雲、馬法騰、黃堅林、許家印 他們手上的物業和資產 很多已經被要求捐出來給祖國 聽聞馬雲把他手下的阿里巴巴 以及其他集團相關的控股 拿出來才可以換取離開中國的機票 中國一眾大媽傻 他們已經行先一步 將他的身家捐贈給祖國 但對祖國來說 這筆錢都是杯水車身 聽聞他現在向一些權貴家族開刀 例如之前 傳聞有叫溫家寶 將他手下的平安保險 三分之一的身家和股份 貢獻出來 因此如果祖國要求這班大媽傻 拿他們一部分的家產 身家 捐贈給祖國都不足為期 那這班大媽傻他們最終的命運會是怎樣呢 我個人認為他們的人身安全是不會有問題的 他們最終都可以全身離開香港 原因有幾個 首先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這班大媽傻他們的家族 各個都擁有外國護照 好像以李嘉誠為例 他本身擁有加拿大國籍 還有他都95歲 對他來說 來不來的香港已經是沒所謂的 關鍵當然是他的子女子女和孫女 李澤巨也擁有加拿大國籍 正如這些大媽傻 他們不在香港做一些激勵的行為 他們不會 因此最終都會放他們走 至於什麼時候放他們走 就視乎政治的考慮 以及香港經濟下滑的速度 如果香港經濟下滑的速度不是太快 是慢慢下降 頂住頂住的話 祖國都希望他們 接下來幾年都留在香港 不要到處走 但如果接下來香港經濟急速下滑 去到一個位置 包括美國開始動香港的聯繫匯率 到了那個時刻 米爾城催以城定局 再加上這些大媽傻 將他部分的家產捐贈給祖國 我相信祖國都會容許他們 和他們的家人 安全地離開香港 重點是 這些大媽傻 和他家人 全部都擁有外國護照 但對於一些有些錢 但是沒有外國護照 只有香港護照 或者特區護照的朋友 你未來離開香港 不要說移民 就算去過沖繩旅行 都可能會遇到一些困難 因為分別是 如果他透過行政手段 勸喻你不要離開香港 是屬於中國的內政 他國是不得干預的 但是如果你是持有外國護照 這件事就可能會引發起一個國際風波 是有本質上的分別的 我相信如果真的被軟禁的話 這件事也是出乎成哥的意料之外 因為成哥是香港小的大媽傻 他在十年前已經部署 全身而退 離開香港 設置外國的大媽傻 他在2015年 一早已經將長和系 兩大集團連根拔起 將原本在香港註冊的 所有超過一萬間公司 全部通通連根拔起 擺去海外註冊 你看回他兩個集團 上市公司的報告 其實他到現在 已經手上超過九成的資產 已經是非在香港 在香港以外的地方 他本人和旗下的集團 在中國和香港的資產和業務 絕大部分已經在近這十年 通通已經賣走 所以你看到成哥的軟件 有多厲害 不幸運 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你有將糧計 我有過長梯 你的資產是外國 但是我的魔爪 已經伸展到香港了 今集就聊到這裡 喜歡我的影片 希望你訂閱 點讚和幫我分享出去 感謝收睇吐TV 我們下次見 拜拜 但是我相信 對於這班大MASA 沒有錢是解決不到的 最怕是你沒有錢的